大家好,我是千良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棋 上一集EPSO我們來到納索 到處搜刮,還買了新武器 然後在這裡找到一塊不知道為什麼被英軍把守的紅色區塊 我們試圖攻略它 但是失敗了 我才想如果我們爬上去然後再殺一次那個守衛 之後想辦法到達那個守衛所在的高台上面的話 等他們爬上來打我 再把他們砍下去 這種方法應該會比較可惜 很好,這次沒有再重生了 看起來左邊有一個守衛 欸不對喔 他們全部都從左邊了 那我從右邊繞過去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看起來左邊有一個守衛 這邊只有一個 還沒有注意到我 還沒有注意到我 原來這裡是區域外 我想辦法把那邊一個引過來 哇,來了兩個 這樣被發現了 這樣被發現了 應該還好吧 那一隻感覺就 稍微比較厲害一點 服裝不太一樣 但一隻膽子 我沒有想看 這樣被發現了 我沒有想辦法來 就乾脆直接衝上去算了 修劍打不過 小怪換劍比較有機會 他跑去敲頂鐘 沒關係 又重生 看來這邊是固定會重生一次的感覺 好險 差一點我跟著掉下去了 還有五隻嗎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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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我比較耐摔 我這樣殺居然另外一個沒有發現我耶 再來的話就只要等他過來應該就可以了吧 剩下最後那一隻 來吧來吧 我在這喔 快追到我 成功 剩下破壞警鐘 哇警鐘旁邊還有一隻 衝過去 來得及拜託 好險 應該沒有什麼 敵人了吧 什麼 喔對那個房子上還有一隻哨兵 這個距離不知道打不打得到耶 不行嗎 欸可以 剛剛被樹葉擋住了 一個位子 看不太到喔 就打身體不知道行不行 好可以 好可以 贏了一個 沒關係用草叢麻煞了 誰都沒有怕阻止我 破壞警鐘 雖然怎麼說 但是已經死了兩次了 這樣這一區的攻略也算完成了吧 很松了 這個 кабine 裡面有個寶箱耶 好像從外面進不去的樣子 看完我们再下来拿这个宝箱 这个宝箱啊 我们看到它在栅栏的里面 所以我在猜应该是从里面上去 上不去 为什么 它用反向那个跳过去的感觉吗 不行 那也上不去 真的不行 会不会其实在外侧 啊这里啦 我怕想的太难了 这个宝箱还蛮意外的 有三只守卫 一只拿斧头的 然后两只一般的 把这只拿斧头的引用过来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威胁性 啊 被注意到了 回来回来 它这样被引用过来虽然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 就用草丛把他杀了吧 剩下一个跑过去应该 算了不用跑 用枪 哈 它应该 转过来突然被射到 完全搞不清的状况了 哎 啊 我不小心按到那个船 出船回来了 好吧 先拿其他宝箱好了 又是你乌龟 诶 真的不能打吗 好吧 刚刚的手稿 再努力一次 诶 港屋长 他说他只服务船长的意思吗 我是船长啊 为什么不理我 奇怪 空中自杀这一只 剩下两只 直接打也没有关系 我得小心不要再去按到那个 太可恶了 搜里面丹药 我得小心 鲁道夫心表 由约翰尼斯凯普勒 所制作的鲁道夫心表 是否与鲁道夫二世有关系呢 这是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 这两只 新鲁道夫心表 新鲁道夫心表 感觉 像是地球啊 上面有大路是不 不知道 那種洞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蠻喜歡那種場景 有鱷魚耶 不知道這會不會是那種 踩進水裡鱷魚就會突然跳出來咬的那種形式 那水感覺看不到裡面 這樣踩一下好像沒有問題 沒有看到鱷魚 那種短時間好像沒事 啊看到鱷魚了 如果是這樣可以看得到鱷魚的話 應該踩進水裡都不會有問題 我還以為要兩顆 看起來很堅固的鱷魚 鱷魚是一種居住在熱帶的大型四足動物 它能長到15英尺長2000磅重 最高壽命可達70歲 這種貌似史前時代的食肉動物專門捕食鳥類、魚類、昆蟲和其他爬行動物 該物種在面臨多次大規模滅絕的威脅下還是存活下來 而時至今日 卻仍在極度瀕臨絕種的生物之裂 剛才說它厲害還是不厲害呢 鱷魚以之有愛吃人同類相識的行徑 因此它們都是身材相當者才能相安無事的聚在一起 文基百科倒是有特別提到鱷魚會合作捕獵 千萬不要把鱷魚和短吻混為一談 前者的體積更大 顏色較淺 且口鼻部較窄 雖然以致鱷魚會攻擊人類 但是 當彼此接觸時 它們還是會選擇逃離 而非積極做出反應 其實鱷魚身上有蠻強的免疫能力 可以對抗愛滋 還有一些其他病毒 為什麼在這裡會出現老愛莉酒館 這我喝酒的地方是因為海盜之王亨利艾莉而得名 在18世紀初 這裡可是極受航海者的歡迎 傳說艾莉擁有整個西印度群島企業的股權 但這似乎只是吹牛皮而已 我相信1750年左右 這兒被一個心懷不滿的海盜給一把火燒了 心懷不滿的海盜 我完全沒有看到這個東西啊 Dex們到底在這裡幹嗎 Dex們到底在這裡幹嗎 哪裡有酒館 算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說... 複看點居然是在... 警戒區內 這感覺就是某個很重要的人的助展 針帶劍和... 袖劍的戰鬥力真的差很多 劍就是打得比較順手 下面有兩隻...士兵 等一下跳下去按下他們好了 一隻沒什麼好怕的 從這樣看起來跳下去按下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因為... 這兩隻都是拿斧頭的 要是正面打起來我應該又要死了 ... 哥倫布地圖 曾經是航海加克里斯多福哥倫布所用的世界地圖 是彼得貝克福德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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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兔子好了 應該也可以用來做一些東西 沒有兔子 為什麼沒有兔子 兔子在哪裡 奇怪 發現我要來殺他 全部跑光了嗎 沒有兔子可以殺 把我們來爬 海邊的在做 不看點 不知道為什麼欸 這一次的 這一代的刺客教條 跑酷的時候有時候會爬不上去 之前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狀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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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這種地形 不難過 欸 我怎麼會什麼都沒有抓到 不 好 收集很多東西來做個契約吧 一些聖殿騎士的走生者最近襲擊了海岸附近的商船 他們帶著髒物藏在城中的某處 好 我去殺了他們 透著是上面的樹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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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很多樹可以爬 感覺就很適合從空中按山啊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是那個嗎 再過去一點好了 我看到了 你準備他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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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姦太弱了 他反擊的判定時間好像很短很短 所以 要按到困難度比較高 可是 沒有辦法手機秀姦啊 秀姦就是比較帥 他 再做一個 一些亡命之徒为了这个城市 遭受了暴力与破坏负责 他们常常聚集在城外的沼泽处 拆了他们的头头并终结他们的暴行 没有问题 沼泽处应该是鳄鱼那边吧 没想到地点是那栋房子 刚不是英军看守的吗 什么时候变成这些暴徒在看守 国旗都还在 刚不会其实英军是帮暴徒的吧 没有 那现在士兵的衣服也换了 看来这栋房子还蛮多用途的 好像没有办法就这样绕过去 我看就吹哨好了 这边有草丛 过来过来 应该准备这个过来而已吧 居然没有过来 要直接冲吗 过来 过来 直接出来吸引你也是一个办法 那一只感觉是拿斧头的耶 来吧来吧 成功 从雷达看到上面有一只枪冰 右手边那一只吧 小心不要被他发现的话 应该有机会可以拿到多的五百块 左边那只发现我了 下来下来 下来 按下他 哦 在后面看到 好吧 发现目标 发现目标 是 只要是拿斧头的 完了完了 連續擊殺他不管用 上面還有牆壁 我得在他發下一發之前殺的這個傢伙 不然我要死了 成功 躲起來 那個混蛋牆壁 殺你再走 很可惜 我們沒有辦法成功的 在這一集把拿鎖所有東西都攻略完成 這集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掰掰 謝謝大家 還有一個冒冒 請給他喝一杯 早上吃 早上吃 你真是不錯 早上吃 我只是捅威